輕鬆掃描條碼就能開始使用循環杯租借服務 有越來越多人為了響應環保 陸續使用租借循環杯服務 平常都會喝咖啡 然後就是發現有這個服務之後 我就覺得蠻方便 因為有時候忘了自己帶那個環保杯 對 然後我自己使用上的話是也都 因為反而有時候環保杯我自己洗完 可能還會有味道 但是循環杯的話基本上都還蠻乾淨的 今年七月開始自備飲料杯 優惠五元的措施上路之後 雖然自備飲料杯的民眾 已經有百分之六提升到了百分之十六 不過還是有許多民眾不習慣出門帶給飲料杯 因此環保署也規定 明年一月開始連鎖超商還有速食店 必須要有五成 也就是大約八百多家門市 要提供租借循環杯的服務 會區還有辦公區的使用的比率是比較高的 循環杯消費者使用過後 他交給我們的店員回收之後 我們送回去工廠會重新清洗 那在工廠清洗的過程也是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雖然環保署有訂定循環杯良好服務指引 包含材質標誌以及清洗程序 都必須符合衛生標準 但民眾還是會擔心清潔衛生的問題 尤其疫情期間 循環杯能不能推廣普及 這恐怕還有待考驗 八大新聞 簡少奇王明顯採訪報導 民宣發方式近在一小時 趕快訂閱我們八大民宣新聞的YouTube頻道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